杭州的吴先生晚应,前几天和朋友一起去玩剧本杀游戏,中途去上厕所的时候撞到了一扇玻璃,鼻子骨折了。 吴先生的鼻子上现在贴了一块创可贴,发生意外当天,他拍了照片,鼻梁中间有一条约一厘米宽的口子。 医院的诊断报告上写着,左侧鼻骨骨折。 吴先生玩剧本杀游戏的地方,在杭州平海路宫连CC7楼的We Walk共享工作空间。 吴先生说,当天的情况就像眼前这样,两扇门的左边一扇打开,右边一扇关闭。 当时他急着去厕所,小跑出去的时候一头撞上了最右侧的玻璃。 5点50太阳已经下山了,那只有灯光的情况下这里是非常透明的。 那包括因为有这扇门,我觉得这扇门呢,就是说因为这扇门关着了,那在我看来就更像是两个通道。 工作人员提供了当时的监控。 吴先生在过道里一路小跑,进入监控盲区后,视频画面发生了一阵抖动,应该就是这时撞上了。 然后左侧因为有人,刚好您视频里也看到了,有人出来了,那我就避开就往右边去。 吴先生认为,撞断鼻子这事儿自己肯定是有责任的,但是场地方、游戏方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。 记者注意到,两扇玻璃门上都贴了深色醒目的圆形防撞贴纸,旁边的玻璃上非常干净,没有类似的贴纸。 质疑的就是说,这边为什么就是没有贴这个防撞贴,所有的玻璃上,飞门的玻璃上,他们都贴了。 会员会经过这种通道的,基本上这个安全措施,我们会已经尽量地做到我们这边能做到最好了。 假设说确实是,因为CGTV到目前我也没看到,那么我到时候也会去看一下,如果真的出现了说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责任的疏忽, 那么导致说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影响,当然我们微博客是不会推卸这个责任的。 我要给他吃饭,我要给他钱,我这样的意思,就给他合理的赔偿嘛。 我愿意承担一部分,但是你说全部是我承担的话,因为毕竟他这个地方不是我造的嘛,对吧。 吴先生表示,既然孙总监这么说了,他愿意等对方的处理意见,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。 事后吴先生反馈,微博客方面认为应当由游戏组织方对他进行赔偿,对于这样的态度他表示,无话可说。